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不容易被路易压下去的怒气又爆发了起来 他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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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忍 坏坏地笑着道 怎么 难不成你想谋杀我 谋杀亲夫可是要下十八层地狱的 要冷静 千万别冲动 这个结果眼上路易还笑得出来 他越是笑 他越是怒 脸上都冒青筋了 可他却没有一句话语 异常的冷静 在原地站了一会 神情冰冷地出了门 往楼下走去 片刻后 他再回到楼上 路易还躺在床上闭着眼睛一动不动 正合他意 他还担心路易没睡 接下来的事情没法顺利进行 路易眼球动了动 他知道今夏来了 假装不知道 看看今夏会不会真的下狠手 当然 他知道今夏是不会下狠手的 若是要下 他早就丧命了 顶多给他来个恶作剧 那就由今夏而去 他气消了就好了 今夏捏手捏脚走到床边 轻轻地握着路易的一根手指 将手指在印尼上按了按 又将手指按在两张纸的下方 完美收工 整个过程非常顺利 没有任何阻碍 路易 醒醒 今夏对着路易又拉又喊 路易懒懒地睁开了双眼 慵懒地声音道 什么事 今夏将一张纸扔到路易身上 自己看 路易坐起身来 将纸拿到眼前 看到刺痛他心的三个字和黎叔 接下来的内容他不忍再看 目光忧郁地望着今夏 今夏正在取脖子上的玉佩 他将玉佩放在路易膝盖处的衣物上 冷冷的语气道 和黎叔仪是两份 上面有你的手印 请把玉佩收好 离开这儿 他一手拿着和黎叔 一手拿着玉佩 他都能感觉心在滴血了 他真没想到今夏这么狠心 他把玉佩收好 将和黎叔扔到地上 愤怒起身 动作粗鲁地将今夏拉到怀里 双唇也粗鲁地盖上了今夏的双唇 他的下唇传来一阵剧痛 同时尝到了血腥味 他知道是今夏在咬它 可他就是不把今夏放开 痛也要进行到底 直至今夏不再挣扎 他才将今夏放开 他的眼神有着愤怒也有着深情 今夏的眼神中只有愤怒 想狠狠地给陆毅一戒耳光 看着他有血字的下唇 他心软了 只能骂着出气道 陆毅 你个灯徒子 发什么疯 我没有发疯 只是为你而疯了 我想将我们错误的婚姻进行到底 而你却一心想离我而去 他带着怒气道 今夏瞪大着双眼 不可置信的望着陆毅 两人就这么对视着 陆毅的神情满是深情和期待 今夏满是不可思议 仰久 今夏才道 不必因为我的清白而这样 我说过不需要你负任何的责任 他就知道今夏会这么认为 他将今夏的手托起 放在他的心口上 没有一句话语 满目深情地望着今夏 今夏逃避着他的目光 今夏看着我的眼睛 他低沉的声音央求道 他知道他现在说什么 今夏都会用清白的事来赌他 所幸什么也不说 让今夏自己去感受 他的心有多真 情有多深 今夏不但不抬头 反而挣扎着被陆毅 扣在他心口的手 陆毅握紧了几分 尽管他的手艺用力会很痛 今夏始终不敢看陆毅的眼睛 我们不合适 我也这么认为 可不知道怎地 我就是想把余生都交给你 一想到余生有你陪着 就对未来的日子充满了期待 我不喜欢你 没关系 我可以等 可以为你而改变 就算你改变了 我也不可能喜欢你 为什么 因为 他也想不出陆毅现在哪一点不好 随口道 因为我实际比你大两岁 我不喜欢比我小的 这理由让陆毅哭笑不得 任何事都可以为今夏而改变 唯独年龄他做不到 陆毅退了一步 不想把今夏逼得离他远远的 那你总得要对我负责吧 我全部的生活都被你搅乱了 你不能这么不负责 今夏指着自己 若然道 我不负责 对 你就是不负责 你在皇上面前撒下弥天大谎 导致我们成亲 现在一年的期限都还没到 你就写了和离书 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 让我签字画压 这和离书 我不承认 这床我也还能继续睡 你若不想睡 那我也不勉强 陆毅不管今夏那愤怒的神情 理直气壮地躺倒了床上 第七十集 今夏得知陆毅病了心慌了 去探望 嘴硬心疼 陆毅躺到了床上 不再说话 沉默着将双眼闭上 尽管他身心都十分地痛 也静静地躺着 不出声 不睁眼 也不挪动身体半分 他像个无赖似的 粗暴野蛮不讲道理 今夏甚是无奈 他这始至终 只把路易当家人 其他的他真的没想过 他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是不可能在一起的 何况 今夏到现在为止 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来到明朝的 还有 他如今的这副身体是他自己的 还是朱夏的 或许又是两个身体合起来的 这些都是迷 陆毅压根就没入睡 偷偷睁开眼睛看今夏 发现今夏坐在椅子上 睡着了 他轻轻地起身 欲将今夏抱到床上去 可他双手使不上力 只能作罢 为今夏盖上一张毛毯 悄悄离去 雨还在不停地下着 陆毅冒着雨回到官邑 要求徐刚陪着他喝酒 苦肉计不成 反而换来了和黎叔 这结果徐刚也万万没想到 安慰他道 兄弟 想开点 天涯何处无芳草 陆毅苦笑着 端着酒 想惯自己 徐刚当然不让陆毅喝 他身体上哪都有伤 陆毅也不再逞强 这才刚开始 他又没有准备认输 只是心里很烦躁 想喝点酒 能睡个安稳觉 行了 你回去歇吧 徐刚还想再陪他一会 可陆毅却将他赶走了 四日雨还在下着 吃早点食 陈毅没看见陆毅 想去叫醒陆毅 下雨天 也无法休和 徐刚让陈毅别去打扰陆毅 让他多睡会 直至中午 雨也停了 陆毅还是没起来 徐刚觉得不妙 进陆毅房间一看 陆毅还睡着 脸色很是苍白 徐刚用手探了探他的额头 如火炉一样 把徐刚吓了一跳 急忙检查陆毅受伤的手臂 如他所想 伤口发炎了 徐刚摇晃着陆毅 陆毅迷糊糊醒了过来 浑身无力 陈毅急忙去传大夫 大夫前来诊断 没什么性命之忧 开了几副药便离去 陆毅喝了一副药 又进入了昏睡状态 徐刚看着甚是心疼 陆毅有一半是心病 治心病还得心药医 徐刚寻到了陆毅的心药 慌慌张张道 夏爷 陆毅出事了 惊吓得心颤了一下 他怎么了 他昨晚冒着雨回官邑 风寒加上伤口发炎 挺严重的 你去看看吧 惊吓有些慌了 真怕陆毅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急匆匆地跑出了胭脂店 徐刚满一地摇摇头心道 就是嘴硬 你们俩还真像 惊吓急匆匆来到官邑 陆毅还在安睡 岑福告诉他没什么大碍 他才放心 看着病奄奄的陆毅 惊吓小声骂道 昨晚不是挺逞强的吗 今儿怎变得如此狼狈 那白天的睡什么觉 皇上白给你发俸禄了 海锦衣卫呢 受一点风寒就弱成这样子 下着雨 跑什么跑 我都把床留给你了 还不知好歹 天天跑去淋雨 这下好了吧 又是风寒又是伤口发 在层浮和惊吓说话的时候 陆毅就醒了 因为不知道怎么面对惊吓 又装睡了 也怕他醒了 惊吓就走了 惊吓的抱怨 让陆毅心中是又苦又甜 他听不下去了 睁开双眼 微弱的语气道 我都这样了 你还数落我 就不能假装关心我一下 惊吓嘴角一丝苦笑 不出声 走了出去 陆毅悔死了 被他唠叨也是一种幸福 现在罢了 一颗石头心陆毅又何必伤神 闭上眼睛 继续睡 他还没入睡 听见了前来的脚步声音 他以为是 层浮送药来了 到了巨岛 层浮 放了药就出去吧 你喝了我再出去 陆毅听见惊吓凶狠凶狠的声音 瞬间睁开双眼 惊讶地欣喜道 怎么是你 你不是走了 别废话 先起来喝药 扶我一把 惊吓不情愿的脸 情愿的动作慢慢将陆毅扶起 靠坐在床头上 不喜不怒的神情 把药碗递给陆毅 我两只手都受伤了 怎么喝 你喂我 陆毅一副小孩的模样撒娇着 惊吓翻了一个白眼 他真怀疑陆毅脑子坏了 病人为大 他忍 他为惊吓动作粗鲁地用勺子盛着药 用到陆毅嘴边 都来看他了 还装作目不关心 冷冰冰的模样 陆毅想借此机会磨磨惊吓的冷淡 又撒娇道 烫 吹吹 惊吓 惊吓真心想扔着玩走人了 可却还是压在心中的愤怒 将勺子退回来吹 陆毅望惊吓那不情愿又无可奈何的模样 心里笑欢了 但没敢表现在脸上 因为昨晚他吃过亏 大少爷 可以了 喝吧 惊吓粗鲁地将勺子送到陆毅口中 轻点 嘴疼 其实也没有多疼 他就想撒撒娇 不惊吓同情 惊吓一想到昨晚陆毅的霸道 气不打一出来 活该就应该痛死你 陆毅不再说话 想起昨晚的暴力文 那真是五味俱全 惊吓嘴里放着狠话 动作却越来越温柔 动作却越来越温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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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